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就来聊聊阿弥陀佛 佛教认为宇宙中有无量无边的佛 比如我们熟悉的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佛 东方含有药师佛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尊佛 它又被十方佛称为佛诸王 阿弥陀佛也叫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 那么这尊佛厉害在哪里呢 愿力最广大 智慧最高明 救度众生最给力 方法最巧妙 你要问阿弥陀佛爱你有多深 那就看他为你做了什么吧 他为你建造了一个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万物散发着美丽的光明 大地 宝树 宫殿 楼阁 有各种宝贝合成 七宝莲池 法宫得水 滋养身心 想要的衣服只要想一下就传到了身上 合身 朱式 华丽 优雅 想吃的东西也只要想一下就送到了嘴边 美味 精致 丰盛 营养 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老 不病 不死 没有任何污秽 焦虑和恐惧 所以那里没有厕所 医院和墓地 人人都有天眼通 天海通 他心通 神足通 各种神通 让孙悟空羡慕不已 还有哦 人人都能够快速成佛 这里跳出了六道轮回的恐怖死循环 只有乐 没有苦 你以为这是超大型VR技术吗 不 的确有这么个地方 阿弥陀佛经过赵仔永结的修行 才成就了这样的极乐世界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呢 阿弥陀佛说 只要你念我的名号 拿摩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各位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可不是只给出家人的高级定制 而是你我他人人有份 登陆密码 拿摩阿弥陀佛 无论什么场合 什么状态 什么姿势 什么心情下 你都可以念 念佛可以尽心安眠 辟邪转运 破灾免难 家宅平安 增福增惠 菩萨护佑 念佛最大的利益则是 当你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带着众多菩萨 建议去极乐世界了 念佛往生的原理 极其深奥微妙 你要是暂时理解不了呢 也没关系 会念就行了 就像智能手机的技术含量 越来越高 你不理解 但会用就行了 因为这个方法简单易行 念佛往生净土 千百年来被称为易行道 念佛法门则被称为 他立法门 也就是靠佛力 那么阿弥陀佛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举个例子吧 其他佛也很爱你 不过跟你之间更像师生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而阿弥陀佛跟你 更像是父子 千百亿年来 积累的功德资产 全都给你 只要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四名号 堪称史上最神妙 最有爱脑洞最大的创意 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四 包含了 打坐 拜颤 诵经 持咒等等 八万四千法门 所有修行的功德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 史上最伟大的觉悟者 释迦牟尼佛 就在三部经中 向我们推荐他了 念佛 跳出轮回 往生极乐 历代佛本大师们 正是看到有这样的大好事 所以世世代代代 极力宣说 才有这句佛号 从古代传到今天 有这样的好事 你还愣着干嘛 快念佛呀 请记得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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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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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